你在我心里 一直都是最棒的 喂 杨叔 忽然叫我来这儿干嘛 你先坐吧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搞这么神秘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想跟你聊聊天 这次发的狙击枪 是最顶尖的 我相信等你完全熟悉它以后 你的实力一定会大大的提升 你让我来这儿 就是为了说这个 你也是来安排我的吧 放心吧 我没什么 也 是之前有人跟你说过什么吗 我跟浩泽解释过了 我没什么呢 大家都是我的战友 谁提纲了我都很开心 谢谢啊 特意过来安排我 还跟我说谢谢 我就是担心你 怕你想不开 我在你心里就这么脆弱 不 不是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我又说错话了 对不起啊 灵依 我真不是那个 好了 别急 我没有怪你 其实我也想过了 我要好好训练 超过自己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以后一定还会再有机会的 说得真好 你在我心里 一直都是最棒的 你在我心里 也是最棒的 听说你是为了掩护浩泽 完成设计任务 当时匪徒一刀砍过来 你躲都不躲 你心里不害怕吗 别是先怕 我要是躲了 炮车就没命了 对我来说 我战友的性命 比什么都重要 这边伸不伸啊 我想看看 原来头发里还有重成吗 嗨 杨叔 你也索将的 他怎么在这儿教训呢 他怎么在这儿教训呢 这也太真了吧 大家都努着劲呢 拼了命地想提高自己 你说他刚看我们那眼神 是不是误会了 什么眼神啊 为什么要误会 哎呀 你不懂 女人很复杂的啊 女人很复杂的啊 好了 走了 我要去下室了 哎 那 那我 哎呀 我们就先说 欢迎 我们可以说